现在这个就有一个虫子的尸体 这就有了 对 就是这个虫子 就是这个虫子 罗女士住在绍兴岳城区 上个月她在天猫超市 购买了不少生活用品 优惠后花了250多块钱 其中有两袋1.5公斤装的 新疆天山饺子粉 每袋原价29块9 她说上个月26号 家里用饺子粉包了饺子吃 吃的时候就是没发现 什么有异样的 然后隔两天又吃的时候 里面发现有虫子 我就以为是那个自己爬进去的 然后就把那个面粉倒扔掉了 另外一袋 然后在我吃第一顿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什么 然后第二次就是隔两天 第二次吃的时候 发现里面就是有三只虫子 然后我就想应该是 这个面粉里面自己带的 然后我就从那个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这个虫子是哪来的 我也挺好奇的 于是1月5号 罗女士又下单 买了一袋天山饺子粉 开箱时 她特意录了视频 一开始没有发现虫子 也没有发现什么 但是我就把这个 我就把这个手机关了 我就想着没有 但是我就在装的过程当中 就是最后把面粉装的过程当中 又发现有虫子 然后就又重新开视频 重新录像了 整袋都快装完的时候 然后发现有虫子 然后又重新拍了 中间录像是断开的 对 对 中间断开的 1月8号 罗女士第三次下单 买了这种饺子粉 这次她没有打开包装 而是当着记者的面 拆开快递 同时她用自己的手机 进行了全程记录 这个就是那个 天猫上那个超市 送来的面粉原封 没有拆封的 然后我现在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现在看一下 那里面还有没有虫子 这个叫天山脚底粉 这袋面呢 跟之前买的面粉 是同一批子的吗 嗯 我看一下 是一个批子 都是8月2020年8月15号的 我估计这个里面 应该是有虫子的 我删一下应该很快 你整个放到里面筛 你整个面粉都会出来 你整个放里面 现在这个就有一个虫子的尸体 这就有了 对 就是这个虫子 经过几次筛率 罗女士从这袋天山饺子粉里 一共筛出了六只成虫 和多只幼虫 记者通过一位 昆虫科学教授了解到 这种虫子叫古道 对一元蛋白过敏的人群 误食之后 会引起身体不适 罗女士表示 之前吃饺子的第二天 两个女儿都生病了 当时适用面粉做了饺子 然后吃了面粉 隔天我女儿就是开始发高烧 就是突发高烧 然后就送去医院就诊了 当时40度 40度3 那个血肠过去显示是细菌感染 然后喉咙那儿有很多的泡疹 就是医生没有查明具体原因 小的也发高烧了 但是没有去那个老大就诊的医院 就在那个附近的那个 就是市区医院 然后开了几天的药吃了 我和我爱人就是那个喉咙不舒服 然后喉咙很痒 咳嗽了两天 没有吃药 因为就雇着给老大看病来着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没太在意 然后过两天就好了 现场记者拨打了天山 饺子粉的销售电话 和新疆天山面粉公司的企业联系电话 都无人接听 罗女士希望天猫超市方面 承担女儿的医药费 并按照食品安全法 第148条条款赔偿1000块钱 接着把罗女士的情况 反映给了平台方 对方回复 已经跟用户取得了联系 并建议用户找专业医生检查 确保身体无恙 平台方面会连同生产商家 进行协商解决 目前这款天山饺子粉 已经无法购买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